我收回这句话 猴田猴田的花卷 真的好奇怪 咖啡叫汁 今天我来到了泰国的Big C 它其实有点像加勒福 Hostel 类似这种超市 众所周知 泰国人非常喜欢喝咖啡 你可以在商场超市 便利店 BTS站 甚至你能在宠物食品店里边 或者是废墟里边 见到一家咖啡店 咖啡的接受度这么高 那我就想看一看 他们本地的这种超市里边 卖的咖啡产品 尝试一下 里边见 不对啊 小伙伴 我本来是要过来看 这些咖啡的产品 结果一进门 看到这么多的水果 我有点走不出去了 你知道吧 山竹 400泰铢对吧 那又是80块钱是吧 这个是冷脆叶吧 应该是对吧 你看是这个包装里边有12个 每一个是42毫升 就是说他们的整个咖啡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整个货架从这头到另外一头全都是这个速溶咖啡的产品 以及咖啡豆河挂尔咖啡 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他们的咖啡产品比国内的要多好多好多 这种三合一的带咖啡伴侣的 一直走走到那边它会慢慢变成冻干的和胶囊的 我就在这边待了一小会儿 我发现它这边的人更偏向于喝速溶的咖啡 跟国内一样 还是大家都懒对不对 看哪些卖的好 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三层卖的是最好的对吧 那再往下的话肯定卖的就是一般的 你看下边的这个 这是泰国它本地的这些咖啡豆和挂尔咖啡 上面的这些是La Vazza呀 Doji Gusto还有这个Nespresso 通常像这种的大颗粒的这种吃是冻干技术 日本的品牌挺多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雀巢 占了半壁江山 泰国本地的高崇 之前在酒店里边喝到过一个真的蛮好喝的 小伙伴们 你猜我在这边发现了什么 我在这边看到了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红牛 众所周知 红牛是泰国的品牌 所以说泰国应该是有非常非常齐全的 红牛的口味的 十泰铢一小瓶 这么的mini 我估计三口就喝完了 这个是4罐每罐250毫升 255泰铢 他们说就是喝起来跟红牛很像 但是它是不一样的公司 你看它这边 瓶装的咖啡还有很多 UCC 雀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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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的浓度 大瓶装的 这个应该是直接喝的 对吧 UCC 职人 这是另外一种口味 这个是74 这个是99 焦糖浓缩吗 尝试一下 这个有没有在泰国的小伙伴喝过的 这个美季 5升装的是205泰铢 40块钱 那差不多8块钱一升 小伙伴们 这是我一共买回来的这12种灌装的这个咖啡 首先我们先尝这个大瓶子的 这两个方瓶的是UCC的 原瓶的是Nescafe的 它们这种的都是直接可以喝的 可能需要咬一下的吧 哇 闻起来就感觉还挺浓郁的这个 哇 你别说喝起来还蛮顺的耶 就是它没有焦味 喝起来还是蛮香的这种咖啡的味道 只要你不是那种对于风味或者是新鲜度 极为挑剔的那种人 我觉得满足大部分人都是OK的 哇 现在喝到第三口 现在有一点点的酸度在 那另外这个瓶子它是低糖的 就是带一点甜味了 尝试一下 这两个咖啡叶的颜色 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就是美式里边加一点糖 可能偶尔喝一次是OK的 但是让我每天喝的话 我自己更偏向于就是这个无糖的这种 然后呢这个的话呢 其实已经喝不到咖啡的这种酸度和香味了 有一丢丢的微甜 不是那种很甜的那种 但是呢它这个甜度和咖啡的味道结合的是蛮不错的 喝起来的话呢 口腔里边很舒服 UCC的这两个其实是不错的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那次咖啡的这个它摇完了之后是有一些泡沫的 这个是它Nespresso的 Rich Aroma Intense 这个液体的颜色明显就黑的多 闻起来有一点焦啊 有这种焦焦的感觉 尝一下 啊 这个好像就是喝到了那种 小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烤红薯的烤黑的那个皮 红薯皮 好像好像而且它还有一点甜味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太厚了 而且有焦味 一拉罐装的这个呢 它其实在超市里边卖的都很便宜 这个的话是15泰铢 那15泰铢的话可能就是三块钱一瓶的样子吧 罗伯斯塔其实听到这个名字 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就是没底的啊 那么不过尝试一下 说不定是比较好喝的罗伯斯塔对不对 我说回这句话 嗯 它这个味道喝起来有点像是放久了的那种 有点坏味的那种罐头一样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还是比较甜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我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哇 真的好奇怪 但是原谅它一下好吧 毕竟它便宜两三块钱一瓶 然后接下来这款 哇 这个好甜好甜的 还有一股奶香味 都是有这种甜甜的 有点腻的这种奶的味道 这个的话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咖啡的味道了 太甜了 这个真的太甜了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甜 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黑咖啡了 尝试一下 哎呀怎么说呢 前面这两瓶喝完了之后 这个我都不敢下口了 一小口 太甜太甜了 怎么能这么甜 我的天哪 就是有点像是烤过的糖的那种焦糖的那种甜感 基本上就已经喝不到咖啡的原本的味道了 这个不行这个真的太甜太厚了 我觉得可能他们泰国本地人如果喜欢非常喝 如果喜欢非常甜的这种咖啡的话 我估计他们会买这种咖啡 因为它很便宜 然后接下来再试一下 UCC的这款无糖 BLACK 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是不是一样 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它是不是差不多的味道 再试一下这个大饼的这个无糖的 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 OK 我确定好了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肯定买大饼的会好一些 你自己放冰柜里边 那自己想喝多少拧开倒一点喝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呢它比较适合你带出家门盒 这个味道是真的是挺不错的味道 OK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也是Nescafe的 Triple Espresso 应该是比较浓的这种 为什么它这个都加了糖好浓 就是它的糖甜的味道远远的盖过了咖啡的味道 我就觉得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UCC的这个低糖的它的这个 就是有一丢丢的微甜加上黑咖啡的味道 我觉得结合的就非常好 这个叫Birdy 这个也是罗伯斯塔 有着点喝好不好 我感觉这个就像是在喝一杯糖水一样 它的这个味道比雀巢的这一瓶还要甜 雀巢的这个Barista系列 这个既然叫Barista Style了 那是不是说就更专业一些 或者是就是更适合咖啡色的口味 然后这个先尝一下美食Americano 这个味道还可以很不错 而且有一点像低糖的UCC的这种感觉的 但是它的干净度没有UCC的这个咖啡的干净度高 还有另外这个叫Caramel 焦糖味的 哇这个也还好 因为这个也没有那么那么的甜 你们喜欢喝焦糖马其朵的呀 或者是香草拿铁的呀 焦糖拿铁的呀 那这个还是蛮合适的 我觉得因为喝起来是比较顺的 中午去吃个饭 如果要我在超市遇到 想买一个稍微甜一点的 带牛奶味的咖啡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买这种 它这个Barista系列其实还是OK的 然后另外这个品牌 我之前没有听说过叫Arabus 尝试一下这个味道 这个上面你看还有个拉花 哇这个也是好甜好甜的呀 我的天哪 你把这个甜度再降个百分之五十左右 喝起来的味道我觉得也是OK的 喝完了之后 想立马喝水把这个冲味 把这个腻的味道给它给压下去 这个十二款瓶装的咖啡已经喝完了 我觉得我自己最满意的就是UCC的这个低糖和五糖的这两款 真的好喝而且很平民 这么大一罐你应该能喝两天到三天的样子 罐装的咖啡虽然说它很便宜 但是我个人真的不喜欢 泰国本地他们这种经常喝这个街头街边咖啡的那种人 他可能喜欢这样的味道 因为街边咖啡我看到他们有很多就是加炼乳 又加好多的这个糖 他们本地人应该就比较喜欢这种咖啡 这也体现出了泰国本地人 他们就喜欢就是这种传统大众的这种口味 还是主流的嘛对吧 包括我们在街边街头喝的这个小摊咖啡 我们平时点单我去点单的话我就说 No sugar No sugar 不要糖不要糖 今天的试喝就到这里 Coffee is not serious 来 cheers